请问大师 苍蝇死了会招苍蝇吗 翘自己的腿为什么叫翘二郎腿 为什么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 而不是吃别的 不知道 哦 也有你不知道的呀 那我问你 护手双是护手的 护脸双是护脸的 那BB双是干嘛的 哎呦 请问你晚上一个人睡觉的时候 最怕什么 怕美女 啊 为什么 都说怕什么来什么 我试试灵不灵 你每天晚上给我发晚安两个字 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有意思 什么意思 晚安就是 晚上我不在 你安分点 哥 你借我一千块钱呗 多少 一千 太感动了 谢谢你 我管你借钱 你谢我干嘛呀 谢谢你竟然会相信 我能有一千块钱 请问 女人为什么叫三八 因为三七是中药 三九是西药 三八肯定是迷药 男人一旦站上 便五米三道 所以说 英雄难过 没人管 还有 先生 听说您会算命 您给我看看手相可以吗 看手没用 现在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还有 听说你现在不进女色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已经四大接空 四大接空 然也 兜里空空 卡里空空 微信空空 支付宝空空 你知道世界上最硬的东西是什么吗 金刚石吧 不对 那是什么 是胡子 你看你们男人的脸皮那么厚都被他穿透了 那要这么说 我觉得最硬的应该是女人的脸皮 为什么 胡子那么硬都没能把他穿透 好火废炭好枪废弹好女废汉 那你废啥 好嘴废饭好段子废赞 玩累了 我想找个老实人嫁了 欺负老实人算什么 有本事冲我来 大师 都说近亲结婚会影响孩子的智商 可我亲爸和我亲妈结婚了 也没见影响我呀 这孩子 影响的不轻啊 请问你有什么特长吗 我指甲特长 那你有什么不足吗 我城市不足 那你有什么缺点呢 我缺点钱 你说我ẻ的 Fe here 最有什么事 M 黄金 M 李带 M 李为什么 杨ots呢